今天帶大家下一條相當輕鬆的 今天這條路線基本上就沒有什麼上落尺 全程都是鋪得很好的平路 就算全場有9公里,走路也不太辛苦 偶爾還可以看下下海的景色 不過走過9公里的平路有時會很悶 全拿一個強烈的誘引驅使我一路走下去 就是接下來的士多 除了豆腐花、汽水之外 還有機會吃到柴火烏雞這些特色的食物 記得要早幾天打去預訂 吃飽飽就向終點深蔥出發了 深蔥的草地曾經吸引了不少人來露營 但人們又不負責任地留下極多垃圾 無論大家來交易做什麼都好 至少都要做到自己垃圾自己帶走 離開時大家只需要走到剛剛經過的碼頭 就可以搭船回馬寮水了 祝了 無論大家如何 不明有時候 或許第一類估計 我們今天為了 你把一些水